打仗哪天都能打 今日能不能让人忘 你姓什么 换一个问题 不换 这是我的规矩 那我没有姓 名什么 我没有名 籍贯何处 青城山上孤魂野鬼 我根本不是江梨 我知道 你是一只 小梨猫 认识你这么久 还是这么没真心 这样比较讨人厌吧 肃国公 还真是 独特 我不管世人以和议论我 以和诟病我 讨人厌 活千年 笑一个 你扳倒的童之阳 应该小 今天我请你吃这包子 皮白蓬松 馅料鲜呢 垂涎玉滴 唇齿生香 不用了 这种体力活我可以 少废话 你 一丈远 把这个穿上 动作快捷 把这个穿上 你 你怎么回事 换上了 我之前在这女堂 遇到过一个姐姐 若是没有她 我活不到现在 后来她病死了 死之前她告诉我 她的父亲原来是怀乡的县令 遭人陷害 死于非命 她困在真女堂 没能为父发丧 她说如果有一天我回去了 就帮她去她父亲的坟上放枝花 这样下辈子 两个人就能再见面了 后来我就找人去打听 今天我才知道 她的父亲没有死 而是被关在怀乡的大牢里 你想去查她父亲的冤案 表姐 你是觉得 我不该管这件事 我认识的阿黎不会问我该不该 只要是正义的事情 她就会挺身而出 江丽 你不想活了吗 江丽想活 但活不成了 至于我 你不入我的局 我根本活不久 其次做到你这个份上 我已经该弃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不能是一步杀着 你太放肆了 我把我的命给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把我的命给你 你继续下我之客气 你继续下我之客气 感谢观看